论语盛训 学儿篇第二章之二 不好犯上 而好做乱者 为之有也 中坛元帅 慈悲主语 当别人得到好处 你却没有得到好处 你还有那一份欢喜的心 你就有度量与涵养 这不容易哦 往往当别人拥有的时候 你没有就不开心 就会嫉妒 你就会痛苦 既然是为人 都曾经有过 可是我们学到 就是要慢慢学习 有度量 有气度 当你把好东西 给别人的时候 你虽然没有 但你却是拥有心情的满足 那不是金钱可买的 修道就是要学这个 让你的心 跟天一样这么宽 跟地一样这么薄厚 跟大海一样深 如果你能含其大度量 那你天天就很自在 又很快活 人生最富有的 不是金钱 而是你心中要知足 那你是全天下最富贵的人 有钱人 有钱人心里不知足 比贫穷人还穷啊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自在 走到哪里都很安排 那就是幸福的感觉 修道要感觉它真正的味道 修道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就好像喝水 这一杯水 冷的热的 只有你自己喝才知道 一群人在这边 一席道理下来 其实你们每个人的感悟 是有所不同的 有人从头都在想家里的事 有的人用平静的心 在享受这一句法语的美妙 如果你有用心在这里 那你的感受 体会就有大大的不同 听道理 最大的意义 就是要放下心中的烦恼 要把心中的执着 烦恼 看不开 用真理来洗涤 让自己的心平静 半道以真心 修道以谦虚 将来前途才会光明 其实生活与修道 是不冲突的 但要忙里偷闲 繁业要照顾 慧命更要修 不要为了繁业 而忘记修道 那就会很可惜 世间人认为 福报是最重要的 可是师兄我看来 智慧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忙里偷闲 修行 有智慧 一定能够做大事 有钱财 有时候还会造罪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真理是什么 人人的归结 生命的方向 人生的目标 身为天地之间的人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一个人日复一日 如果有一天 这一口气不来 万事皆修 如果这一口气还在 天下万事万物 皆在你的掌握之中 所以生命是可贵的 分分秒秒都该当真心 有的人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的心不怎么快乐 因为他缺少实在的感觉 心里那份踏实 一个人如果心中踏实 哪怕吃得不好 穿得不好 住得不好 他的心 还是会很满足快乐的 好比你来佛堂听道理 没有住得很好 也没有吃得很好 只不过听了几堂课而已 可是你的心感到很轻松 很自在 一个人的心自在 轻松 就是挂爱少 烦恼少了 那么你的智慧 就会慢慢地圆融 众生学到 要把晨劳放下 从困难过程当中 要尽心尽力去学 要刻苦耐劳 你的心能够静下来 就能够跟真理契合 走人生该走的路 方向就会越来越明确 人生不只是追求福气 你们做了很多事情 不是帮助别人 都是为自己 这人生有很多的远景 很多的想法 其实众生的心里 都有一个祈求 希望我将来事业顺利 家庭美满 人无非想的 就是这些 学到的人 就要更提升 更超越 我们不只是 为自己积福积德 希望在我们 有限能力之内 更可以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你的福分 就更大 善缘就会更具足 既然我们是探讨真理 就应该先了解 什么真的 什么假的 使自己觉悟觉知 修道可以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不是操之于老天 而是在于你的念头 转念 一个人的苦 是因为执着 我认为 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定要这个样子 虽然这样子不行 所以你就困在自己的漩涡 如果你转一下念头 改变一下 喜悦 欢喜 就来了 所以 修道 是为了 转念头 改变自己 你能改变自己 就能改变别人 那么 就可以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人 都会因为生活 而苦恼 我们走到哪里 都要学习 怎么生活 如果 我们改变自己 就可以 帮助别人 那我们的生活 就会进步 命运 就会 越来越好